跟灰灰看电影 到半夜才擅长 她不敢回家怕吵醒她妈妈 所以我们俩就来到酒店了 是两间吧 废话 那就好 来了 干嘛 吹风机找不到 吹风机 吹风机就在洗油池下面 阳光器也没有 阳光器就在床头柜第二个抽屉里 拖鞋也没有 拖鞋就在进门右转的柜子里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这不酒店不都这样放吗 你要是饿了 你可以在那个烧热屋下面有吃的 你可以去取 不吃 我点外卖 你点外卖 你去你房间等啊 我填的是你们这里的 那个 那你在这儿 自己在这儿等吧 我那个刚才 在前台的时候 我身份证给我 干嘛 你管我干嘛 拿来啊 你要身份证干嘛 你管我干嘛干嘛呢 真是 你怎么又拿数据线 又要身份证呢 你在这儿等你的外卖 我要出去 哎 你有试金吗 你有试金干嘛 没有 那我在这儿等你外卖吧 你点什么吃的了 我点了冰淇淋 啊 这么冷的天 你吃这个真不凉吗 不凉啊 我能吃凉的 哦 那你给我吃一个呗 我还是别吃 我炒一泡吃了肯定拉肚子 那你别吃了 嗯 那你吃吧 我今天不住在这儿啊 拜拜 拜拜 哎呦 真冷啊 嗯 你说你非要跟我来干嘛 给 擦擦吧 因为我要试金就是擦这个 那不然你以为要擦什么 上面那么脏肯定要擦消毒啊 我还是要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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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